好 刚刚讲操征这些问题 这些小算盘 小心思 这个政府从这个 人民的这个身上 在动心思 动手脚 来 不只是这个强哥讲 高嘉瑜来 高嘉瑜最近的脸书 给大家看一下 绿营自己人怎么解读 自己人怎么解读 跟大家说 高嘉瑜说 有没有 税收操征不是政绩 叫什么 行政失灵 看到没有 这叫行政失灵 我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自己仔细去 仔细去看 因为很长 看看这两年的 这个税收超征金额 突破了四千亿大关 都突破四千亿大关 相比次高 就是二零一五年的 一千八百亿 租租多了两倍 两倍多 超征的税收 按照现行的预算法 没有明定用途 看到没有 这才是最可怕的 所以也没有办法监督 我们多缴的钱 其实就是私房钱 就是这几位的 高层的私房钱 是不是 因此才上演了 到底是要还债 还是还税于民的闹剧 没有错 这么多的钱 蔡英文说 补贴电费 就补贴电费 有没有 还债就还债 然后苏文昌说 不时积蓄四百亿 就四百亿 你怎么算出来的 我们的钱 你不用给我们交代 真的不用 高嘉瑜告诉你 有没有 所以他的这个 money就在这里 难怪要超征 这笔钱太好用了 是不是 马政府不知道吗 2016年超征多少 一千两百七十八亿 2017年九百六十亿 2018年八百九十七亿 二零一九年八百三十亿 二零二零年是有短征 没有错 二零二一年崩一下 你看到这边都是怎样 最多一千两百亿 这边没有突破 这一千亿 二零二一年 突然一下 醒过来 钱太好用了 是吗 标到了四千零三十四亿 二零二二年 超收高达四千五百亿 四千五百亿 我要再讲一遍 这个部分我真的很介意 真的很在意 没想到我们缴的税 我们以前还想说 我们缴的税 政府会乱花 但是至少有个立法院 帮我们监督 我们还期待在野党 但是没想到这笔税 有没有 不需要 不需要 无法监督 高家瑜 瑞云自己人告诉你 无法监督 那神纪部也纠正 不合十一的货物券 关税 违反租税公平 应该要先改革 我们的这个税制 真的是大有问题 这个洞 新年一开始这个洞真的是好大 来我们回到刚刚那张 我来问一下凯翔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瑞云一开始 大家讲的都一致 图做的都一样 所以那一万块钱 就是确有歧视 不是乱讲的 然后连扣扣阿姨也是 对不对 十二月二十六号 就支持一个人发一万块钱 还骂 拖拖拉拉 神经末梢麻痹 难道不是蔡政府的警讯吗 不好意思直接骂小英 然后这个蔡正元 蔡正元她的这个意见 获得我们很多网友的支持 我最先讲还税渔民 后来我们看到李贵明 王侯威接棒 这个寇寇阿姨也接棒 我说寇寇解释 这个蔡委员的共鸣人 共鸣者是吗 她说发现金一万块钱 一毛不准少 不准蔡英文政府讨价还价 还有包括所有英系立委 也都是发一万 我还是很纠结 这个六千块钱这个数字 六千跟一万 这感受真的不太好 我觉得六千块钱这件事情 就是让一件混账的事情 更加混账 就是说 就是说刚刚前面已经解释过 说这 至少以这个年度来说 这四千多亿 根本就是一个不易之财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因为就像是刚刚强哥 延续刚刚强哥讲的 我们到底为什么会一年 突然超增这么多数字 要么几个状况 因为就是经济状况 好到超乎我们意料之外 大家赚太多钱了 政府实在太会赚钱了 就像过去澳门 曾经因为博弈赚了太多钱了 所以他就把发现金给民众 又或是新加坡主权基金 真的赚了非常多钱 所以于是呢 就把这个现金跟全民分享 但台湾有吗 我们过去的经济成长率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今年的经济成长 还跟年初相对来说 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那我们拿来这么多钱 那要不然呢 就是我们开征了什么新税 原本在这个去年 在编列这个税入 税出的时候 没有想到说 我们要开征一个新的税务 也没有啊 那也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呢 于是就回到刚刚高嘉瑜 讲那个逻辑里面 就是高嘉瑜其实 还有比较客气的方式 他认为 他认为说这是一种失灵了 就是我们的政府 在编列财政预算的时候 可能不管行政院 提出这个总预算 然后在立法院 在审查的时候 对于一些 对于这个收入 跟支出的数字 出现这样的落差 是来自于这种 这种财税观念啊 审查的这样的失灵 但是其实很多的 很多方方面面的证据 都证明了说 其实民进党 是刻意在低估的 刻意在短边 短边这个支出 然后让这个收进来的税 有出现这么大的落差 就刚刚秀芳姐所提到的私房钱 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说 第一个例子是说 各位知道吗 我们包括像是在 二零一九年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也告诉我们说 他多会持家 马英九政府 哇塞一直在举债啊 好糟糕啊 结果呢 大家还记得吗 二零一九年 苏贞昌跟蔡英文 真的在选后 最后关头 炮制了一张梗图 叫做说民进党 民进党执政 中央政府多年来 首次这个 就是收入大于支出 转亏为盈 收支平衡 讲得多漂亮 但其实这根本都是谎言 他们都以为我们金鱼脑 不知道你们在玩这种 这种数字游戏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在中央政府总预算的 收入跟支出当中 现在多了四千五百亿元 但是从2023年开始 我们总共编 特别预算要花多少钱 前瞻基础建设计化 从2023到2024年 总共要要花两千零九十八亿元 二零二五年 蔡英文已经卸任了 他还把这个前瞻预算 编到二零二五年 需要花六百九十八亿元 然后从2023 从今年开始 我们有四百五十一亿的 新式战机的特别预算 明年四百五十二 后年四百三 大后年二零二六三百九十八 蔡英文已经卸任的 二零二五跟二零二六 都还要花七百亿 他已经帮 帮后任的总统的钱 都已经编完了 编在特别预算 不是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 还没有完 还有海空战力 提升的特别预算 从今年开始 从二零二三年开始 今年要编 今年已经编了六百三十二亿 明年四百九十三 大后年四百七十五 大大后年二零二六两百九十三 他最近还在讲说 潜见国造 要再编三千亿元 特别预算 就是不在这个 这个超真的四千五百亿的 中央政府总预算里面 蔡英文政府 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 最会利用特别预算 在这个账本之外 另起笼罩去借钱的政府 然后他现在告诉你说 我们超真 我们太会赚钱了 所以我都觉得 我觉得从这个 这件问题 我会从两个层次看 第一个层次是说 如果我们从大的 比较宏观的公共政策 我们是个政治评论员 我们讨论公共政策 我觉得这些人 根本就应该有人要坐牢 你财政部为什么 长期配合着这个政府 不管是 也许没有一个人 很明确下令 但是你难道不知道 这种事情是非常遏止的吗 你长期的去恶意的短编 你的税出 然后就让税 税入出现这样子的 很 这样子的私房钱 大量的增加 然后最后这些钱 花到哪里去了 他就不受立法院监督 这是第一个 所以财政官员 难道没有的应该为此负责吗 第二个就是 我刚刚看到你们的框 这个我们讲话旁边 出现了这所谓 英系立委串联 大家都在那边发一万元 你们这些立法委员 不要这么不要脸好不好 请问一下税出 税入都是经过你们审查的 你们现在出来这边办的 办了一副好人 哎呀我要还税于民啊 这是要跟怎么样怎么样 讲这些五四三的 但你们不是 难道不是这样子 财政状况的一个帮凶吗 中央政府总预算 你们发现 你都没有发现他短编 你们没有发现他短编 短编支出 然后借此造成这个 这个超真的 所谓私房钱的状况 如果你要不是不发现 再不然你就是共犯 你在高兴什么 你在得益什么 然后更别说每一笔特别预算 每一笔特别预算 在蔡英文卸任之后 还有七千亿元 是下一个总统 不管他叫侯友宜 还是赖清德 都要帮蔡英文擦屁股的 特别预算 这些都是你们立法院通过的 你们今天立委 现在给我装什么好人 你恶不恶心啊 所以在宏观的角度 我觉得应该有人去 应该有人为这个人去负习政治责任 甚至是法律责任 同时间 你现在王阳补老 解决这个问题 你就好好的立个法 看是不是要立个法 虽然我觉得这样的期待也很不切实际 但是我还希望你们至少做一些努力 比如说今天多了四千五百亿 总统说哎呦 我们七百亿 七百亿可能是因为地方分配 那个还不在话下 那另外说我 我这一千亿要丢这里 我这一千亿要丢什么 然后呢一千一千亿要怎么样怎么样 请问一下这个 这个难道不能法治化吗 难道不能法治化说 他就应该几%要怎么样 几%要怎么样 几%要怎么样 那今天总统一高兴 总统这个二零二年的 这个九和一选举大败之后 哎老娘就来发钱啦 如果没有大败 你是不是又不发 又变你私房钱了 每次都这样子吗 你败选的时候就开始 就开始康全民之铠 你没有赢的话 就变成你私房钱 这种事情难道就是立法委员 跳出来说发钱发钱发钱 大家开心就好 不用为这个国家长久的制度 去立一个立一个法吗 所以我觉得这都太不负责任 但是从我从我私人的角度 从个人的角度 请各位朋友 千万不要学什么 什么颜若芳 梁文杰这些人 说什么我不领 我不领 一定要把他领来啊 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这么一大段 就代表什么 代表民进党都在乱花我们的钱 他根本都在乱搞中华民国的财政 他在乱花你我的钱 他甚至挖洞给下一任的元首 下一任的政府 跟我们的子孙跳 你还敢把你 你可以应该要拿回来的钱 放在这样的政府手上 放在这样子的政治人物手上吗 所以一定要去领 你可以不要自己花 你可以捐公益 我非常鼓励大家 把钱拿回来之后 就去捐公益 但千万不要再把这笔钱留一毛钱 让民进党政府继续乱花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 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哦 啊